第七章 我們上次上到的是第七章 第七章是關於Control Volume裡面的 Entropy的相關方程式 其實跟第六章很像 只是這邊開始進入Control Volume 所以我們會有流體進出 上星期我們把一些基本方程式 大概講過了 那它其實就是多了流體進出那個像式 現在看一個立體 七之一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Steam Turbine 蒸氣渦輪機 工作流體就是水蒸氣這樣 這個問題裡面它入出口條件都給你 這邊PI等於一個MPA 然後VI等於50米每秒 然後TI等於300度C 然後這個出口的壓力是 150KPA 那這裡的速度是200 L出S 好 那這是一個渦輪機械這樣子 那根據我們前面在講述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 一般在看它的做工或是能量變化 通常你動能未能忽略 但是這個題目 如果已經給了你速度的時候 那就放進去一起計算這樣子 那在一般的情況下 其實這種動能未能的變化佔的比例 應該會比較小 不過反正 如果你處理的問題有給 我們就算放進去一起計算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要你計算它的工 Determine the work through the turbine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以前其實有做過類似的 那 但是在這個題目裡面我們要利用我們這個 熱力學第二定律 Entropy它相關的一些關係 來得到額外的條件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 因為在出口的時候 因為你這個速度其實不是熱力學性質 你這個出口的性質只有一個壓力這樣子 你入口有兩個 你入口有一個壓力跟一個溫度 所以在入口你已經可以查表得到入口所有特性 你的內能啦 然後你的上含 你的含都可以 但出口的話只有一個壓力 所以這樣不行 好 那所以我們需要額外的條件 那這個過程它是假設是 絕熱還有可膩 Assume the process to be reversible and adiabatic 那過程是可膩然後又絕熱 根據我們上一章節最後說的 那當你符合絕熱然後又是可膩的過程下 你這個時候通常也就是一個等傷過程 所以它是一個isentropic的一個process 在第二定律裡面 如果你的過程是一個等傷的一個條件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就是額外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當你等傷的狀況下 那你入口跟出口的傷值 它們應該要一樣 所以si 會等於se這樣子 好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額外多出來的這個關係式 讓我們得到出口的狀態 大概從這個章節開始 那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 因為牽涉到的過程比較多 如果你不確定可以把相關方式都一個個列出來 這樣你才知道你最終方程式會怎麼樣化解 好來 那首先第一個 如果是從這個連續方程式 或者是質量守門方程式 這個問題裡面你只有單機入口 單機出口 你是一個穩胎運轉的機械 所以入出口的質量流率 那基本上要一樣 所以等一下的方程式 能量方程式 或是你的entropy平衡方程式裡面 你可以把它寫成 就是整體的量的變化 或是寫單位質量變化 那基本上都可以 那單機入出口的情況下 你的方程式會比較簡化 我們看一下第一定律 from first row of sermo 好那如果我們看一下 第一定律的能量方程式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算公輸出 所以我們還是要靠 第一定律的能量方程式 hi 加上2分之vi平方 所以he 加上2分之vi平方 ok加上w 那這是我們的 能量方程式這樣 那通常情況下 你會忽略動能未能 如同前面所說 這裡因為竟然給你速度 那我們的動能就先放進來算 那所以在這個問題裡面 等一下我們輸出的功 就經由入出口的entropy的變化 以及動能的變化來算 那再來 from second row of sermo 這裡學的第二定律 這邊因為你只是要算公 它這裡其實沒有要你算 像entropy的變化量 或是說是entropy generation 的值 你如果是reversed by back anthropic 你基本上 entropy generation 這個值是0 但是第二定律這裡的主要用途 那其實是讓我們得到 就是出口的關係 所以這是可逆絕熱 所以它同時是等商 那所以Si等於Se 就這樣 那所以從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第二定律 我們這邊叫第二定律 通常你也要配合這個第一定律 還有相關的那個 質量所能方程式 因為這個力學 基本上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在一個系統裡面 同樣一起看 那現在重點是這個 我們需要出口的這個entropy這個值 我覺得這個值 查表也查不到 因為出口目前只有一個壓力 所以我們要靠 然後額外這個條件 判定出口的狀態 那查表 那這是水蒸器 那也查表 B1-3吧 那是過熱蒸器 那入口狀態的話 你的HI 就等於3051.2 KJ KG 那你Si 的話等於7.1228 KJ KG 可以這樣 那入口狀態有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出口 Now Exit 好那出口的話 我們只知道出口壓力 那P1這個是知道的 150 好來 那我們不知道它的溫度 然後也不知道其他特性 但是我們有這個 OK 好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 直到出口的entropy這樣 出口的商值 entropy的話 SE 那就等於SI 等於入口的 entropy的值 好 然後它就會等於這個 7.1228 KJ KG 這裡變成一個 單純的查表問題 好那我們 你有一個壓力 你又知道它 其中一個性值 那你可以在表上 找出相對應的位置跟關係 這時候找表 B1-2 那你查到150 KPA的時候 好那這時候發現你這個 entropy的值 正好在飽和的 液體跟飽和氣體之間 小於SG 那所以這是一個 TOO 好兩項的飽和混合物質 這樣子 TOOFACE MIX 那如果你是在一個 兩項的飽和混合物的時候 那我們要把它的 Quality X 算出來 好那所以 SE那就等於SF 好加上X SFG 好那這個你應該會等於 1.4355 加上X 乘上5.7897 那你算出來X 那就會等於 0.9827 那現在 有X之後我們就可以算 anthropy 好那H1 那出口這邊的 韓值可以算出來 那H1的話等於HF 那它在兩項區的X HFG 好那所以 該點的所有的性值 它特性找出來就可以做 那這邊有了X之後 這個值基本上我們可以算出來 好那你 查表應該是 2.467.1 加上0.9827 我們剛剛算到的X這樣 那再乘上 HFG 是2 226.5 好那你算出來應該是 2655.0 KJ 除以KG 那我們把這個 anthropy HE算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 低定律的能量方程式 那現在你應該是所有的 像式的數值都有 你所做的工呢 那就等於 它入出口的anthropy 你的變化跟動能的變化 所以 HI加上2分之VI平方 -HE 加上2分之Ve平方 好啦 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繞了就是 用了一段過程 其實主要就是 做這個 找不到HE找出來 那在之前 如果是在第一定律那邊 通常HE 你如果沒有牽涉到第二定律 那直接使用第一定律 那僅有一些簡單特性 你大概可以查出來 這也只用第二定律的方式 但是你要算的方式 其實是第一定律那邊來的 好啦 那這邊應該都有 那戴進去 你最後會算到這個是 377.5 可以這樣 那最後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過程 畫在這個 TS圖上 它大概會長這樣 那因為這裡牽涉到 OK在TS圖上 我們這裡牽涉到 是入出口壓力之間的變化 OK那一個壓力是1MPA 另外一個是150kPa 那我可以先這樣畫 那1MPA的等壓線 那以及 那150kPa的等壓線 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入口是在這個過熱區域 OK它可能在這裡 某一點 好 然後出口的話呢 它是一個兩項區域 那所以它一定在中間這條線上 那再來 因為你入口要出口的時候 走的是一個等三過程 那所以它走的是垂直線 那所以這個垂直線要下來 像這樣 那你1在這裡 所以這個TS圖上的變化 你是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這一點正好落在中間 因為你跨的題是0.9827 所以它很接近1的 所以這個區域理論上 會很接近 就是右邊這個飽和蒸氣的位置 這樣子 那所以這算合理的區域線這樣 好 那所以像這種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處理 其實這一個章節 課本蠻多立體 你看課本的話可以看一下 72、73 一個是噴嘴 一個是壓縮機 它們大同小異 如果你依照以前這個 第一定律相關的方式 配合第二定律 那應該可以處理 好那現在我們繼續看的是 這個7-4 7-2、7-3 大家可以自己讀一下 Air Compressor 挑這個立體是因為 前面立體7-1的話 你是插錶來做的 7-4的話是空氣壓縮機 這邊是 把它視 空氣視為一個理想氣體來做 所以你會看到是一個 插錶 熱力學表格的時候處理方式 以及另外一個 如果你是用理想氣體時候的處理方式 這樣 那這個題目是這樣 現在我有一個 空氣壓縮機 Air Compressor 那入口的話 壓力是 100kPa 溫度是 290k OK 一樣出口只給你一個 壓力 1000kPa 好 那所以這個壓縮機就是 把一開始的時候 100kPa 大概是一大氣壓下 然後壓縮10倍 可以變成1000kPa這樣 好 好 然後一樣 這是一個reversible 可逆跟絕惡的過程 reversible and ideabolic process 這一題一樣 我們要求這個 功 determine work 然後再來我們也需要一個是出口的溫度 to and exit air temperature 這個跟前面一樣 我們要把出口的狀態把它算出來 因為出口基本上只有一個壓力 我們不知道溫度是多少 好然後 要把這個功算出來這樣 好 那這題這樣做 一樣我們先把相關方程式列出來 第一個是 連續方程式 這個因為一樣只有單一入口單一出口 所以你是穩泰運轉裝置的話 入出口質量流率會一樣 好那再來 低定律 或是能量平衡方程式 energy equation 那一樣 這種壓縮機功能變化 可以依據入出口的 entropy 你的含值的變化來決定 好那所以 hri 等於h1 可以加上w 好那這個問題裡面跟 就是因為基本上沒有給速度 所以一般 動能在這種裝置下 你可以忽略啦 因為它是絕熱的 ok那所以 也沒有熱傳在裡面這樣 所以 這裡最後你要算的功 它單純就是 entropy 的變化這樣 在能量方式看起來都一樣 只是 如果你是一個渦輪機械的話 通常你是這個流體 對機械做工 所以是正的 那如果是這種壓軸機的話 通常你是機械 對你流體做工這樣 所以你流體裡面的能量 那溫度或壓力會很會上升這樣 但是你要提供能量 譬如說電能給它這樣 好那所以這種正負工代表 只是做工的方向 再來是我們的 entropy equation 好那一樣 那你是 絕熱 然後可逆 那通常這是一個 isentropic process 那根據我們這個第七章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寫了一個 entropy 相關方程式 si 加上s generation se 那你從這邊開始化解 基本上也是一樣 那當你是可逆過程的時候 你就沒有 entropy generation reversible 好那所以基本上你也是一個 isentropic的一個 process 我們等一下就利用這個條件 OK 那因為單純只靠 質量什麼方式 這個能量什麼方式的話 我們沒辦法判定出出口的狀態 OK因為它給的條件不夠 好那這個是理想氣體 for the ideal gas 那這是空氣 前面一章節的時候 我們有根據這個理想氣體 推導出理想氣體的情況下 你entropy的變化一個方程式 好那我們先寫一下 x2-se 等於cp ln t2 除以t1 -r ln p2 除以p1 好那這是那個時候 我們推導這個 理想氣體情況下的 entropy變化的一個方程式 今天這個s2跟se的話 那 基本上一個就是入口一個是出口這樣 好那24的話是出口 那1的話是入口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是 正好利用這個方式 那如果你是 我從前面所說的是一個等三過程 那你這個相檢出來 它應該是0 那這樣做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你出口的溫度算出來 因為在上面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知道入出口的壓力 那知道入口的溫度 但是不知道出口的溫度這樣 那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剩下唯一的位置數解出來 根據上面的cp ln t2除以t1 會等於rln t2除以p1 這可以化減成一個 t2除以t1的一個四方向式 ok 那t2除以t1 p2除以p1 k-1除以k 好啦那這裡k的話等於cp除以cb這樣 好那這個因為是空氣 所以你這個cp cb 或是k都可以查到 cb是1.004 k的話等於1.4 好那這是從課本表 a-5 有了這個之後 那所以t2除以t1是290k 那一般牽涉到理想氣體方式 相關的溫度大概都是絕對溫度 這個會等於p2除以p1 那就是1000除以100 k-1除以k 所以是變成0.4除以1.4這樣 唯一的位置數t2就可以算出來 或者是我們直接寫t1 除口溫度 這個是t2 好算出來應該是559.9k這樣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公算出來 等於hi-he anthropy我們用cpt來算 ok那ti-te 這個等於1.004 290 減掉 這裡的559.9 那你算出來這個是 負了271 kj kg 好那得到負號代表說 基本上這個是你的系統 或是你的機械裝置 對流體做工這樣 好那所以你的流體能量會增加 這個系統或機械 那能量會減少 或是說你要付出能量 才能做工 好 那這次如果你是碰到理想氣體的時候 如果你是配合一個等商條件 可以讓你算出出口狀態 這樣才有辦法做出就是 入出口的anthropy 那最後算出你的功 或是能量的變化這樣 這個小結 那第二部分是所謂的transient process OK 站態過程 那這裡基本上是把 前面是介紹穩態的過程的相關方式 第二部分是站態過程 好那所以處理你的問題之前 那你要先確定你是穩態過程還是站態過程 我們先把這個站態過程方式 OK 先寫出來 那我們前面 先D除以DT M乘上S 然後CV 等於 summi Si 減summi Me Se OK 加上 summi QCV 除以T 加上 entropy generation 可以選 那這個是我們章節一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看這個通用 這個entropy 變化方程式 好 那你Ctrl Volume裡面的 entropy 那隨時間的變化 那你可以 以這個進來的entropy的量 減掉出具的量 再加上這邊熱傳造成entropy的變化 以這個系統中是否有entropy 產生這樣 根據適當的情況 這個優勢 我們可以做一些化解 前面你看過 譬如說 入出口只有單一 入口單一出口 你這個summi就拿掉 如果你是絕熱或是沒熱傳 這裡也沒有 如果你是渴逆過程 沒有entropy產生 這個也拿掉 不過同樣反正我們先這樣放著 在前面的穩態過程中 因為entropy不會隨時間的改變 所以你這一項等於0 但是站態過程這一項不是0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保留 左邊這一項是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在這個站態過程中隨時間而變化的時候 那你entropy的變化量 那站態過程因為會隨時間改變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個時間點 一開始的狀態可能最終狀態 可能十分鐘一小時兩小時 那它會有這種狀態的變化 好那現在做的是 我們現在把這個積分一下 那從0到t積分一下 好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跟前面 我們講能量方式的時候 你積分的過程一樣 我們要從就是一開始的初始狀態 積到最後的最終狀態 好 integrate from 從0秒到某個時間點 好那所以第一個像是你積分之後 OK那變成 m2 s2-m1 s1 control volume裡面 好那這個1跟2的話呢 分別代表初始狀態跟最終狀態這樣 好那所以1跟2基本上就是1加就是時間是0的時候 2的話就是時間是t的時候這樣子 好那這樣比較好分辨 好然後再來 這也變成了subvention mi si 本來是mi dot這樣子 那是單位時間內的質量流率 那現在你變成整體的質量變化 好然後減掉subvention m1 s1 好一樣的 加上0到t 然後我們的qcv 除以te dt 然後再來是最後變的一項 然後entropy generation 然後加上1 s2 gen 那代表是1到2這過程中 你entropy的產生量 好那最後這個就是我們 戰態過程中使用的這個方程式這樣 那注意一下就是 這裡有一個1跟2 另外一個是i跟1這樣 那在這種戰態過程中你的i跟1 通常是指的是入出口 i還有inlet 1的話是exit這樣 好所以這個是空間上的位置的變化 入出口的變化 但是你這個1跟2呢 是時間上的變化 1的話呢 還有2呢 是這個初始狀態跟最終狀態 initial final這樣子 好那因為戰態過程中 你才會有這個時間上的變化這樣子 你一開始的時間到最後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量是不一樣的 OK那才是一個戰態過程 這個基本上就是入口跟出口 或是這個熱傳 基本上譬如說這個入口不等於出口 這樣的一個變化量的情況下 你這個裡面的entropy 那基本上就會 呈現一個有變化的情況這樣 好啦那這個是 戰態過程裡面使用的這個通用反程式 來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刻本一個立體 OK那這是專門針對這個戰態過程 這個立體可以讓你看到這個戰態過程方式 怎麼用這樣子 好這是立體7-6 來那這是一個空氣壓縮機 那這個空氣壓縮機基本上是要有兩個裝置 上面是壓縮機 下面有一個tank 一個鋼瓶鋼鋼筒儲存槽這樣 這個tank有40升 那我們先給一下這個的儲死狀態 一開始這個空氣桶裡面 儲死狀態呢是100kPa 17度C 好那所以它是屬於一般的這種 還沒有加壓的一個長壓的一大氣壓狀態下 那溫度17度C這樣 這個過程是這樣 那這個壓縮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維持這樣 這是還沒充的時候 好那現在你壓縮機開始啟動 那空氣會進來 那基本上就是你把壓縮空氣打進這個空桶狀態 這個過程啦 OK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好那所以now the compressor is started so that it charges the tank up to 好那現在這個空氣壓縮機開始啟動 然後把這個空桶加壓到這個1000kPa這樣 好那所以裡面你壓力上升這樣 好那這個過程是絕熱以及可逆 reversible adiabatic 那這個問題決定 OK determine 那空桶裡面temperature inside tank and the work 決定就是空桶裡面最後的這個溫度 以及你要把這個空桶 從一開始的100kPa加壓到1000kPa所需要的功這樣子 好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條件 入口的溫度也是一樣17度C 好啦那所以空桶裡面一開始是17度C OK那你灌進來的空氣也是17度C這樣 OK那一樣一開始我們先把一些相關的手紋方釋列一下 連續方釋 可能newt equation 或是直降手紋方釋 在這種暫態過程裡面通常這個方釋都要列出來 因為通常暫態過程牽涉到像式非常多 所以把這個方釋列出來有助於之後的處理這個問題 前面穩態過程如果你是單一入出口 很多情況下大概不用那麼詳細的列也可以 因為大概就是最後你的方釋就會簡化成大概就一兩項 OK那但是在這種暫態過程大概都要先列一下 指標什麼方釋 OK那最後你會剩下的是M2 OK減M1 等於M1這樣子 那這個物理線上的意思解釋就是 你最後的質量呢減掉最初的質量 等於進來的質量 那因為在這個系統裡面你只有壓縮機就是灌空氣進來 OK那但是這裡並沒有出口 那所以你沒有出去的質量這樣子 好那所以等於是那個空桶裡面的質量變化呢 就是最後的質量減最初的質量 會等於你灌進來的質量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的質量所能方釋 再來是能量所能方釋 Energy 好那我們這個M2 U2 減M1 U1 等於EQ2 我們叫EW2 加上MIn HIn 這樣子 好那這個方釋是從低定律裡面 那暫態過程中的能量方釋是過來的 那這裡牽涉到系統裡面內容的變化 以及你入出口的Enthropy的變化 OK那只是因為這裡之後進來沒有出去 所以它M1還有H1基本上沒有這樣子 這裡面OK那因為是一個絕熱過程 所以最像Q消掉 那Adiabatic 好那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算這個功 OK要靠這個方程式 所以我們要有初始狀態跟最終狀態的特性 以及這個入口這個特性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的Enthropy Equation 好 Enthropy Equation 我們基本上就靠的就是前面這裡 剛寫過的這個 那我們用這個來做 那這個問題裡面 那因為只有單一入口OK 沒有出口所以這項消掉OK Summation也沒有 那所以你最後只會剩下 初始狀態最終狀態 然後入口的以及熱傳量 跟Enthropy Generation的相似 我們會得到M2S2-M1S1 那這個等於M1S1 加上我們的DQ3T 加上Enthropy Generation 那所以我們保留右邊這幾個相似 但是這個大概有兩個可以消掉OK 那因為它是絕熱 所以這一項也沒有 好然後因為是可逆過程 所以Enthropy Generation這一項也沒有 Reversible Enthropy Equation我們這裡來看一下 這個可以給我們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所以Enthropy Equation你最後只會剩下這30 1 2 3 好那現在你把這個M1S1移到右四 OK那你會得到M2S2 那等於M1S1加上M1S1這樣 好來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題目裡面 那因為你S1是空桶裡面的初始狀態 初始狀態這是一大氣壓的17度C這樣 好然後100kPa 入口狀態 那也是從外面打進來的也是17度C的一個狀態 好那所以 如果你插表的話 那這兩個Enthropy的詞 那基本上應該是一樣的 這裡會只等於是M1加上MIn 好那這個會等於S1 好那他們會等於乘上S1這樣子 這裡M1加上MIn OK就是初始的質量加上入口的質量 OK那根據我們這個質量什麼方式 這兩個相加又正好等於M2這樣 這個又會再等於M2S1這樣 好那所以你得到的是M2S2等於M2S1這樣 這裡最後也是可以得到 這是一個Eisentropy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我們需要靠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式 讓我們得到 額外的這個條件 我們這個 就可以使用這個S2等於M2S1這個關係式 OK那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理想氣體 所以我們會用跟前面理想氣體一樣的方式來做 OK所以你S2-S1等於CP LnT2除以T1 可以減掉RlnT2除以P1 這個要等於0 那因為我們就會知道 你這是一個也是一個等上的一個 S2跟S1是一樣的 好那S2等於S1 OK那這裡CPLn 這裡我們拆成 這裡用Standard Entropy -St1 -RlnP2除以P1 好那這個可以讓你去查 標格A7-1 有這個Standard Entropy這樣 查Standard Entropy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溫度 T1這個溫度我們知道 這個是17度C 初始狀態的空筒裡面 17度C OK這有給你 又是裡面 初始壓力跟最後壓力你也有 因為這個空筒 基本上是從100kPa到1000這樣 這兩個也都有 位置的是這一個 OK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剩下唯一一個位置數 我們這個St2 那就等於右邊這個Standard Entropy 6.83521 加上R是0.287 乘上Ln 那這個是1000除100 正好得到10 那你會得到是7.49605 KJ KG 可以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值有了 我們大概就可以把就是 最後這個溫度 那稍微估算一下 因為我們最後要知道 溫度是多少 然後一樣 查表 Table S7 那你發現當溫度是540K的時候 跟560K的時候 OK那你這個Standard Entropy的值 正好位在這兩個中間 好 St540是7.46642 St560是7.50422 這個正好位在這兩個中間 T2 那從這個內差 我們可以算出來是 555.7K 那這是用Linion Interpolation Interpolation 有這個時候 大概我們就可以算出來工了 那We need to find work 那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把這個 最後的溫度算出來 好那現在 我們可以求說 這個過程裡面的做工是多少 那做工的話靠的是 當初的這個能量方式 OK 好那所以 我們這個工EW2 那等於MIn HIn 加上M1 U1 減掉M2 U2 OK 好那現在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工裡面這些質量 OK H啦 U啦都算出來 然後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那U2這個的是 就是從 錶格 A-7 OK 那就是查CENTERN 就別人做同一個錶 在那邊有空氣 相關的內容 T2我們也知道 OK 那只是你這個要做 就是內差 OK 那一樣從這個 540 560 OK 可以還用這個55來做內查 這樣子 Front table 是 Linear Interpolation 所以這U2是 401.49 KJ KG這樣 U1的話 等於 207.19 有 那這個也是從 表格A-7 那可以直接查到 那因為初始狀態 已經有給了 那你是一大氣 17度C OK 那你可以直接查 這裡我們需要的是 ENSOP H1 等於 290.43 這個你也可以查 表格A-7 直接查到 那因為入口狀態 我們也知道 17度C這樣 這個是熱血的相關性質 U跟H 我們都有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的是質量 那質量的話呢 因為是空氣 我們可以靠 理想氣體方式 來幫我們取得質量 因為這一體裡面 並沒有給予你質量 所以靠理想氣體方式來做 好那M1呢 就等於 P1 V1 除以RT1 這個M1是 空童裡面 初始的質量 所以我們要帶的是 這個空童裡面 一開始的狀態 好那所以它是 100kPa 那這空童質量是 40升 那所以是 0.04M三方 好那 再來除以RT1 R是 0.287 好那一開始是 17度C 然後等於 290k 那所以這個等於 0.04806 那M2 同樣到底 空童裡面的最終質量 那我們用 最後的這個 壓力跟體積 M2等於P2 V2 除以RT2 那所以 1000 乘上 0.04 OK那因為 這空童裡面的體積 是不會變的 理想氣體常數 很一樣 好那只是T2 你現在不一樣 我們用剛剛算出來的T2 555.7 那你這個算出來是 0.2508 好我們 初始質量都也有 最終質量也有 那這裡面還需要 入口進來的質量 那所以根據質量所 你就是把最後的質量 減掉 最初的質量等於 這個進來的質量 所以M1 等於M2 可以減M1 好那你這兩個相減 減出來是0.2027kg 把這個所有的相關的 這個參數我們都有 質量的也有 U跟H都有 OK要帶進去 這個 不然是裡面 那所以你會得到 EW2 等於負了31.9kg 這樣 那最後這是壓縮機灌入空童 OK所需要的功 那我們7-2 那就到這邊 OK講的是 紋胎過程跟 站胎過程 那 呃 現在 我們進入下一個小節 7-3 OK steady state single flow process 這個章節我們把這個 穩胎過程裡面 那如果你是單一 流體 進出穩胎過程來看 那主要是因為 這個我們可以分析 就是到底哪些 主要參數 會影響你這個 過程裡面 能量變化 或者是功能輸出 這樣子 這個章節裡面講的 非常是會有幾個 相關的這個 重要的觀念 就是以後 如果你在評斷一個裝置 它的能量變化的時候 那 有幾個要看的 主要參數的點 那就是我們這邊要看的 我們先從這個 entropy的方式來看 那從前面 那我們知道 delta s entropy generation 加上 delta q ok 除以 t 等於 ds 好那這是 前面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方程式 好 那這是一個 微分的一個形式 differential form ok 它當初是 ds 等於 delta q除以 t 加上entropy generation OK 我們寫成這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把這個 方程式都乘上溫度 ok 乘上溫度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 delta q移到左邊 那我delta q 會等於t ds 減掉t 乘上delta s generation 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前面 就是你使用的這個方程式 ok 好 那我們現在 從這個方程式 我們再配合幾個 我們 會碰到像 幾波式方程式 ok 或是像能量方程式 帶進去之後 這可以知道 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的連結 這樣就知道說 entropy 跟這個 能量之間的 直接關係 好 那繼續做之前 這個tds 那我們從這個 幾波式方程式 把它取代掉 那這邊我們用dh 減掉μdp 那這是當初 tds等於dh.mdp 其中一個幾波式方程式 後面先造寫 減掉t 只要用dh.s generation 好 那現在 我們把這個方程式積分一下 integrate 那我們這個q呢 好 那基本上就等於 我們把這個dh.q積分 那我們這裡看的是 入口口跟出口的積分的問題 dh.q 那我們這裡等下看的是 single flow device ok 要看的是要入出口的變化 好 那現在對dh.q積分 把右邊這個相式 全部一起集一下這樣子 好 那所以等於i到1 ok 首先第一個dh的積分 減掉 i到1 μdp的積分 減掉 ok i到1 t ds generation 的積分 好 那這個積分式裡面 唯一現在可以直接記出來就是這個dh 好 那所以你會得到是he -hi 減掉 其他相式先造寫 i到1 μdp -i到1 t ds x generation 那現在我們要配合 dd能量方式 ok now from energy equation 好那其實我們知道 q 加上hi 加2分之vi 平方 加gzi 等於he 加上2分之ve 平方 加gze 加上w 那這個dd 我們使用的能量方式 假設只有單一入口 單一出口 所以你質量流率就消掉 所以你單純看來就是這種 單位質量這個變化 好那動能未能這些熱傳 我們先全部都保留這樣子 那現在 我們把這4整理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公這一項 放到這個等號的左邊 好那其他的項是移到等號的右邊 所以你可以寫這樣 w等於 q 加hi 加上hi 減he 加上1 2分之1 我們先把它合併一下 vi 平方 減v1平方 加上g zi 減z1 這樣 那我們先就是 把其他項移到右邊 好那接下來我們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這樣做 這裡有個q 然後我們之前 根據第二定律我們也推導出一個q 那現在呢 把這個q 帶進這個dd裡面的方式 那所以把這個 移到這裡來 好那所以你的w 那就會等於 這個h1 減hi 減掉 i到1 μdp 減掉 i到1 t dS 這個式子基本上就是這個q 好後面這幾個式子還是要有 我們就造寫 那所以加上 hi 減h1 加上1 2分之1 vi 平方 減v1 平方 加上g ci 我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式子裡面 一個h1-hy 一個h1-1 所以這個消掉 好 那所以這個q 那你會成為 w等於 只會留下這個 一二三四項 那等於 負的 i到1 mu dp 好那加上 動能位能 1 2分之1 vi平方 減v1 平方 加上g zi減z1 減掉 i到1 t 乘上dS generation 那麼當你合併完成之後的這個像式 他們會用到 那所以這個是連結這個第一定義跟第二定義的方式 對於這種穩鈦的 OK 那單一流體進出的這個裝置 那雖說是單一流體進出裝置 啊 可是我們也可以用這個來判定一般的這種裝置 它做工的關係跟右邊這幾個像式之間的關聯性這樣子 好 那我們觀察這個方程式 OK 我們會得到幾點結論 首先第一個 看最後這個term the last term 好那你i到1 t乘上dS generation 那因為這個溫度是大於0 entropic generation也是大於0 所以這個像式是永遠大於0 OK always greater than zero 好啦 那所以你減掉這個東西代表你的功就是會比較少 所以當這一項等於0的時候 那你會得到最大的功輸出 when it is zero 然後 we get the maximum work output 好 那所以當它領的時候其實沒有entropic generation代表說 這是一個可逆過程 所以它基本上也告訴你就是可逆過程 你的功輸出是最大的 好 那所以這個也可以同時另外一個解釋方式 就是任何產生的entropy會減少功的輸出 any entropy generation reduces the work work output 所以你這樣解釋也可以 所以這裡就告訴你就是任何entropy的產生會使得功減少 換句話說 如果你只能讓這個entropy產生的量變少的時候 代表你這個能夠產生的功會比較多 OK 所以你的效率會比較好 一般的做工的這種裝置 你設計上要使得朝向entropy產生 產生量越來越少的路徑 那基本上這個是比較好的 好那這是我們第一個觀察到的現象 不然以那個方式我們第二個會發現就是 你的比容會影響功的輸出 specific will affect the magnitude of the work 那這裡講的不是那個正負號 而是它的絕對值的大小這樣子 那因為正負號只是功就是做功的方向 那它跟你絕對值大小沒關係 那因為這個方式裡面我們有一個比容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看的話 那這個比容的值會影響你這個功輸出的大小這樣子 好那所以從那個公式來看的話 那當你specific volume上升的時候 那你的功也會增加 好那所以這就告訴你 那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是氣體所做的功 那應該會大於液體所做的功 那因為氣體基本上你的比容會大於液體 好那第三個 那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不做工的一個裝置 那今天不做工的裝置 我們看的是像一般的pipe flow 流體在管線裡面流動 那它基本上就是不做工 那這種不做工的pipe flow的時候 那一般的情況下 那假設你的動能跟位能的變化都等於0 那因為一般流體在管線裡面流動的話 你的除非是你這種噴嘴之類的 你速度變化很大 如果一般的管線 截面機基本上變化很小 或是甚至它基本上就沒有變了一般管線 你通常動能是沒有變化 位能變化基本上也是非常小 我們這裡看兩種狀況 A假設你是可逆的一個狀況 assume reversible 好那可逆的狀況下 剛剛那個方式 entropy generation 那個像式 基本上也會等於0 那唯一不等於0的像式 就是μDP那個像式 好那所以你會得到 μDP i到1 這一項等於0 好那所以這一項如果 基本上等於0 代表說你這個DP是等於0 或是PE等於PI 所以這個代表就是你入出口的壓力 是一個常數 好那這是 concent pressure 好那所以告訴你 那今天如果你是管子裡面流動的一個 管子流動的一個狀況 那接近可逆的狀況下 你基本上 壓力大概是維持一個常數的情況 好那這是理想的一個狀態 好那B狀況 但是這個是理想中通常你是沒有辦法碰到 好那所以for real reality there must be a friction inside pipe 好所以你管子裡面一定會有摩擦力 摩擦力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是不可逆性的一個因素之一 所以這是irreversible 好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的這個i到1 OKμDP 那這時候會等於負的 i到1 tΔS generation 這時候唯一剩下兩項不等於0的像式是這個 好 那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一下裡面這個基本上會大於0 當你微分出來這是負號 代表你這個dp 基本上會小於0 好那所以dp 小於0 好那所以你得到的是一個 入出口的時候壓力減少一個狀況 那所以是pressure decreases 好那所以在正常的狀況下 那你入口的壓力會大於出口壓力 或是出口的壓力會比較小 好那所以你的過程是一個壓力慢慢慢慢減小的過程這樣 因為你有friction 你有摩擦力在裡面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方程式可以告訴我們幾個相關這個物理現象這樣 好那我們關於這個方程式幾個觀察現象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方程式其實它的用途 或是拿來計算這個裝置的功主要是這樣用 好那我們現在假設一個 穩鈦的 steady state flow device 好那假設它也是可逆的 reversible 然後我們把這個動能跟未能忽略 neglect kinetic and potential energy 好那假設就是steady flow的一個穩攤運轉裝置 可逆然後忽略動能跟未能 好所以剛剛這個方程式裡面 那你其實後面的三項都消掉了 那這個時候你只會得到 w等於負的 i到1 mu dp 好那所以這個方程式可以拿來算這種 符合以上假設這個條件的裝置 steady state的一個裝置 可逆忽略動能跟未能 好那如果你今天動能跟未能沒有忽略掉 你就是乖乖的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可以計算這樣子 OK那這個東西在pb圖上 左走的圖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在pb圖上看出來 我們看一下假設是這樣子的變化 好那因為這是對入口到出口積分 但它對的是dp的積分 好那假設這個是i 那這邊是e 好那積分的時候所為的面積是這邊 好來觀察一下這個方式 然後有幾個小細的 這個不是一個boundary work 如果大家還記得前面第一定律的時候 我們講這種一般的活塞裝置 那boundary work的時候w 那等於pdb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系統 OK那因為這個我們講的這種裝置 通常是single flow device 可能是流體流過管線 流體流過壓縮機 流體流過渦輪機械這種 單一流體進出有做工的裝置 但是這種boundary work的話 是活塞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是pdb的一個積分這樣 這裡是一個mu dp 所以他們圍的面積跟位置都不一樣 OK那當你pdb積分的時候 你pdb圖上假設是一個長壓 OK你底下所圍的大概是這個位置這樣 所以他們方式看起來很像 但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OK那他們當初推展出來的理由也不一樣這樣 OK所以不要搞混 這個是用在steady flow device 那忽略動能未能才會得到像這樣一個相似 好那這個只適用在上面標題所講的這幾個條件 所以only applied to the above specific situation 所以說假設你今天就是動能跟未能 就是不能忽略你就要加進來 如果是不可膩你只要把這個加進來 好那剛剛這個方式我們講一個課本的這個立體 7-7 calculate the work to pump water isotopically from 100 kPa 30度C to 5 mPa 來然後這裡那同時也是adiabatic 然後reversible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只是來展示說像這個過程 那因為它是一個bump 然後是一個single flow device 那也是穩太運轉 那我們試用這個條件 好那你可以做 做法就是有兩種 首先第一種的話 如果你用前面的這個方法來做也是可以 你用hi等於he加上w 然後再來se等於si 那從這種isentropy的狀況 那你可以判定出它所做的功是多少 那因為這裡給了你入口兩個 出口一個 出口的溫度不知道 所以你查表可以利用這個出口溫度 跟出口之後的entropy ok然後把生下熱力學的關係是找出來 那這裡你也可以做 那第二種做法的話 那就是我們使用的是 剛剛講這個方程式 好那這裡因為動能跟未能都等於0 好那所以你的功 然後負的w等於1到2 mudp 好那就是等於mu 然後p2-p1 那接下來就變得很單純 那你把這個比容找出來 因為入口條件也有 那所以是0.001004 然後再來是p2-p1 那5個mpa是5000kpa 減掉100kpa 好那你這個算出來是4.92kjkg 這樣子 好那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這個積分可以直接拿出來 是因為這個 因為一般的bump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常數 那bump的話又是水 液態水的話 基本上你的比容變化不大 如果你今天處理這個問題 你的比容變化會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是要一起積分 那這樣會比較麻煩這樣子 不過還是可以做 在這種測速的情況下 你可以使用看看方程式 那比容又是常數的情況下 它基本上就是個 比容乘上壓力差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像這樣子是一個裝置 那我們single flow steady state 然後符合上面假設 你可以這樣直接使用